对摄影师安·戈德斯来说 一连串因新冠病毒而起的封锁行动带来挑战 他不断翻阅报纸 有时在附近走走 感到暮起沉沉 这样一个知名的婴儿摄影师 要适应新线时真的很辛苦 戈德斯以独特的新生儿照片而出名 沉睡的婴儿卷曲在花瓣或花盆里 或被裹在舒服的毯子里 他的作品在1990年代达到了流行的巅峰 当时用他拍的照片所做的阅历 撞点着成千上万家庭的墙壁 随着戈利奇的延长 戈德斯心想受够了 而他想出了一个把欢乐带进新现实里的方法 我们的两个儿子是拍摄者 我问为什么 她说 为什么不想想拥有幸福 因为那是什么你都做了你的 whole career 所以我们发生了这件事 我没有想想拥有这件事 我没有想想拥有很影响 为了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做了一篇文章说 葛德斯虽希望得到回应 但他从未想到 他会被朝涌而至的卸尘 和数以千计 在这个困难无比的时期 诞生的婴儿照片所淹没 在大流行病期间 他原先设想了一个小小的收藏品 竟成为一个来自八十多国的 暖人心扉的肖像集 as a mother myself who gave birth over thirty years ago I have to take my hat off to these wonderful women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going through lab experiment wearing a mask often without 但他想出了变通方法 戈德斯创建了一个订户用的移动应用 像是一个婴儿的相片库 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婴儿的照片上传 然后会收到戈德斯本人的回复 戈德斯相信婴儿照片对人有一种独特的影响 让人平静下来 暖上心头 在最艰难的时候带来欢乐 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 纽约报道